第二会可能在10号登场 马英九自认是和平使者 预期一中跟九二共识 将是两人会晤的关键字 我们国民党向来都是根据我们的党 刚刚跟党章来推动两岸的关系 希望大家能够在一个 善意交流的一个状况之下 马总统我相信他能够创造 最好的一个环境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声称善意交流 但马英九明显瞄准 同日登场的每日非峰会 对国际社会摆出两岸同心 对抗外国势力的架势 有退降直指 马英九自甘成为工具 马前总统此行之前 也应该知道 中国就是会利用 跟他碰面的时间点 来做国际上的统战宣传 有用的白痴是个政治术语 过去在冷战时期 用来形容被共产主义操纵 利用的天真知识分子 马英九是否将被中共利用 作为对抗民主国家的工具 即将揭晓 传出中国也锁定在野党 希望在赖清德上任后 营造蓝白坊中的盛况 尤其希望朱立伦 让国民党立愿团前往 但马歇尔会的民意观感 让蓝营内部颇有疑虑 民众党则强调 尚未收到任何来自对岸的邀请 是否帅团访中蓝白还在观望 只能先看马英九去成为 北京当局眼中 有用的马先生 民意风向怎么吹 三星区李贵天真还就吹到